嗨,朋友们,大家好,上星期五啊,华为大火的事情,大家一定都已经听说了吧,我在这里就不复述了,说实在啊,当我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还是很震惊的,因为华为作为一个高科技的企业,竟然在白天连火灾都控制不好,这意味着什么呢? 火灾的原因呢,不外乎这么几个哈,我们一个个来看,第一呢,就是纯粹的事故引发火灾,事故呢,又分人为的疏忽和设备故障,人为疏忽呢,就是吸烟了哈,设备故障呢,就是电子设备出了问题,我觉得吸烟的可能性啊,不太大,因为现在我们知道啊,一般的高科技的办公大楼都是禁烟的, 尤其是华为这种储备了高精设备和原材料的实验室的这个环境,这种环境里面啊,根本不可能有人在里面吸烟的,就算是吸烟啊,我估计那个吸烟的人啊,也会躲在厕所里面吸烟。 那么电子设备发生火灾,在爆炸的可能性有多少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蛮高的,我们只要搜索一下关键词,华为爆炸,就可以看到啊,网上有很多关于华为手机和华为设备爆炸起火的新闻。 比如第一哈,2019年4月有网友表示,他的华为Mate20在3月突然爆炸,导致他大腿烧伤。 那么7月份呢,一位华为的用户曝光,他新买的华为P30的手机啊,也发生了爆炸。 3号,2020年的7月,有网友啊,爆炸说,他们刚买的华为的原装的充电器,用了不到6个小时啊,就爆炸了,还顺带啊,把他们家的线路全都搞垮了。 那么至于华为的手机冒烟啊,什么手机的边缘有焦化的现象,这种消息啊,更是多如牛毛。 华为手机爆炸案最著名的,就是2019年的3月30号,有一个网友啊,说他父亲Nova3这个手机突然爆炸了,导致大腿啊,深度烧伤。 但很快呢,这条新闻啊,就反转。 这个人啊,改口说,这个手机爆炸的原因呢,是因为他们换了大陆货的手机电磁,和华为啊,没有关系。 而且很快啊,网上关于这桩华为手机爆炸的消息啊,就被大规模的删除了。 但是聪明的网友啊,质疑了。 首先,为什么手机才刚刚买了六七个月就要换电磁呢? 有一位网友他嘲讽啊,这个手机还在保修期内啊,电池的故障,不找免费的客服,却自己出钱找第三方换。 你父亲很大方嘛,很明显,这是华为和中共在中共的官方啊,维稳。 我说了那么多啊,再回到华为实验室着火的这个事情上,我就觉得啊,华为这次大火和他们自己搞的那些设备啊,大有关系。 为什么华为的手机甚至充电器频频的会起火呢? 我认为啊,不外乎有三个原因。 第一就是科技冒进主义,为了增加电池的容量,故意的忽略安全问题。 第二呢,就是偷工减量,以次充好,用不合格的材料制作电池,造成产剧。 第三呢,是因为华为啊,是中共的命根子,所有对华为不利的消息啊,都有国家机器来帮他搞定。 所以啊,华为反而丧失了纠错的机会。 当然啊,我不是这方面的专家,我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虽然啊,我上面列举的都是华为手机的问题,但是一夜可以直秋。 我当然不是说,在华为实验室引发火灾的这个设备就一定是手机。 但是华为的用这样的商业道德去经营他的手机,那么他是不是对其他的设备也应该是一样的呢? 二号,火灾的第二种可能性呢,那就是人为纵火。 有很多网友说啊,华为在党妈面前夸下了海口,但是现在呢,交不出作业,所以干脆啊,一把火把作业本烧了。 他就呢,好逃避审查。 这就好比啊,为了逃避审查,中国的粮昌啊,频频的发生粮昌起火。 我觉得呢,这呢,可能是大家比较解气的一种说法哈。 虽然华为的确是用了党妈的很多钱,但毕竟啊,华为才是党妈的心头肉。 党妈呢,不至于逼他太多。 再说了,由美国科技封锁这个大背景, 华为啊,大可把科技研究失败的责任啊,都推到美国头上。 那么比较有可能的呢,是我认为华为内部员工对华为的狼性文化不败,而故意纵火。 我觉得这个故意纵火哈,也不一定就是像我们想象的那种哈,点燃了什么东西。 毕竟这样子做啊,太容易被监控录像拍到了,也太容易啊,被别人发现了。 那么作为高级的科研人员啊,我想啊,他们应该有他们自己的破坏方式。 我们知道华为用的设备啊,都是高精端的,那么设备操作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事故。 如果再结合我上面说的,华为设备上的那些弱点,那么被高级科研人员利用了, 玩起那种貌似设备故障,那真是游刃有余,那个真相啊,是查也查不出来。 而华为呢,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 那么这次华为火灾啊,暴露出华为的很多问题。 我们看这个火灾是在下午工作时间段发生的,怎么会蔓延到这么严重的程度? 难道这么漂亮先进大楼,它没有基本的防火设备吗? 一个连火灾都管理不好的企业,我们还可以期待它做出什么好的产品呢? 华为它就像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外面看起来光鲜得很,但内里充满了危机和矛盾。 一旦出事,就用宣传机器,暴力机器维稳,它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掩盖问题。 在这种维稳至上下,所有的问题,所有的矛盾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越来越激化。 自终究包不住火,防火墙也有崩塌的一天。 那么说起防火墙,美国副国务卿卡拉奇,他就发了一个视频的推文,他说要推翻中共的防火墙。 他把今天的中共的防火墙和当年的柏林墙并列在一起。 我们要注意到,他这个推文是一个制作非常精美的小视频。 如果美国政府方面对这件事不是很认真,那么只是说说而已,那么他发一个文字推文就够了。 但是他发了一个专业制作的视频,就说明什么呢? 说明在美国政府内部推倒中共防火墙已经立项了,已经有费用的支持了,否则制作这个视频的费用从哪里来的呢? 我记得当美国要禁微信的消息传来之后啊,有人写信给媒体,说与其在美国禁止微信啊,不如让美国推倒中共的防火墙。 我只能说啊,Be careful what you wish for. 我认为啊,事实上,美国政府啊,两件事情都在做。 推倒中共的防火墙是对中共和它控制的主权更具有攻击性的行为。 我们不必要啊,对国内的人如果没有了防火墙,会不会被启门表示乐观。 我们只要看到啊,美国一旦拆了中共的防火墙,就是用兵不血刃的手段,啪啪的打脸中共。 这对小粉红虚幻的厉害了我的国啊,无疑是一剂粉碎性的打击。 而更多的国人会因为防火墙的倒塌而清醒过来。 我就在媒体上看到很多类似的留言,他们说啊,他们翻墙以前也是小粉红。 翻墙后啊,才看到真相,才明白原来中共才是人民的最大敌人。 和捣毁中共防火墙一样火爆的,还有就是美国有可能马上就要对中共在南海岛礁搞的军事建设和设备下手了。 习近平在2015年在美国白宫的每个月圆,亲口对美国总统承诺,不会对南海驻岛礁军事化。 那么美国出手南海呢,是势在必行。 我就预测啊,这是在美国大选之前要做的一件事情之一。 但愿啊,我的预测成功。 还有一件我预测的事情啊,也有希望成功。 我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在美军用无人机斩首伊朗军事头领苏拉麦尼的时候啊,就在视频里评论。 这种以避免无辜的民众伤亡,甚至是避免对方士兵伤亡的定点斩首行动啊,是废了中共的底牌。 我们知道啊,中共最大的底牌,就是它用老百姓和士兵的血肉之躯,铸成它的铜墙铁壁。 美国就是最讲人道的国家,在打击敌人的时候啊,敌人的伤亡往往不是它战争的成果。 反而很多时候啊,是它战争拖后腿的因素。 而美军利用无人机的技术啊,一方面可以避免自己军人的伤亡,另外一方面啊,也可以避免对方老百姓和底层军人的伤亡。 中国有句老话叫擒贼先擒王,把那些战争贩子,把那些作恶的高层消灭了,就是作废了中共的人肉盾牌,就是废了中共的底牌。 果然啊,在9月15号,加利福尼亚州穆古海军航空站,Naval Air Station Point穆古的MQ-9的操作人员啊, 他们已经使用了会有MQ-9与红色中国地图图样的新奸章。 那么这个奸章里的主要元素啊,就是一,象征死亡的骨头。 第二,MQ-9无人机。 第三,红色中国地图。 很明显,中国在美国的眼里啊,已经不是官方他们说的战略对手,而是战略目标敌人。 美国的准心已经瞄准了中共。 美军上一次把某一个国家地图印制在尖章上,还是在越战时期。 今天啊,中国也享受到了这个待遇。 首先对中共使用无人机的啊,可能是印度。 我们知道印度国防部最近啊,斥支了30亿美元采购30架美国MQ-9死身无人机。 其中6架马上就会交付。 而美军呢,会不会使用无人机摧毁南海中共的军事建筑呢? 这呢,也是一个看点。 那么哪件事情先发生,就要看啊, 中共会不会对印度啊,犯杀逞强。 如果美军和印度一东一西, 同时用无人机对中共发动打击, 那么就更加精彩了。 好,今天呢,我就和大家聊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啊,请您点赞评论转发。 还没有订阅我视频的朋友啊, 请您点击订阅并且点击小铃铛。 谢谢。